王中磊曾嘲讽星爷不懂电影 更是狠心翻脸不认人 坑走星爷八千万拍拍屁股走人 而现在请问急得卖画旧公司的王老板 有没有肠子给毁清 2013年 星爷靠着新作《西游降魔片》 大赚十二亿票房 这让身边的小弟冯小刚 看了都红了眼 可是当冯小刚祝贺的红酒杯 还没碰上星爷酒杯时 星爷却愁眉苦脸起来 因为这背后有个不长眼的小弟 王中磊闹事 早在星爷筹拍《西游降魔片》时 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磊 就看中了星爷在两地具有超强的号召力 提着大礼主动找上星爷要投资 而当时华谊本就是内地投资大户 星爷自然不想放弃 索性就答应下来 而王中磊甚至还沾沾自喜 并且还对着星爷就是一顿彩虹屁 并且还提出只要票房能达到五亿 就会直接分给星爷八千万的分红 星爷看着王中磊算得上一个路连豪杰 两人握手言欢 但是当时只是两个人一个口头上的准许 可是当电影赚下十二亿的票房后 星爷心安理得地找到王中磊要八千万分红 可是想不到王中磊这个时候 却耍起了小心思 对星爷闭门不见不说 甚至声称早就给星爷送去一份协议 迟迟没收到星爷签字 压根就不作数 这显然就是星爷被坑了 星爷心中的兄弟情谊全被喂了狗 星爷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直接把王中磊告了 可想不到王中磊倒是十分的嚣张 仗着在自己地盘还阴阳怪气 嘲讽星爷压根不懂电影 可是这场官司却以星爷败诉而告终 但是星爷却一点都不服气 转头就给王中磊上了一课 2016年 除拍《美人鱼》时 把投资大权交到了华谊对手光线传媒手中 这让王中磊气得眼红 况且《美人鱼》意境上映 直接狂揽下33亿票房 这简直把王中磊的肠子给毁清 况且现在的华谊 已经被王中磊给折腾的只能卖话为耻 看来公司现在这个业绩上不去 搞得大老板都不能吃香喝辣了 所以说做人要知足 更何况又碰上星爷这样号召力强大的对手 他保准没有好果子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故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看官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